砸下了所有的积蓄却买到漏水屋 那么肯定会相当的哦 在台南新城有一栋新城屋的大楼 西南侧的房型 因为在六月中连续下了好多的大豪雨 结果有17户都传出了漏水啊 臂癌的灾情 卧室书房的家具都毁坏了 墙壁的地面甚至还必须要打掉重做 所以呢很多的住户就跟建商反应 结果建商却不愿意重做外墙的防水层 处理的态度很消极也让住户气炸 而建商回应在保固的时间内 住户反应一定会处理 台南下大雨民众家的阳台也大积水 拖鞋在水面上漂浮 明明有排水孔但水却下不去 而室内灾情也很惨重 小水滴从墙壁渗漏进来 一路渗进房间橱柜 一两周前台南市区大雨 新市这栋新城屋大楼屋内却变成这样 这个是那天下大雨之后 然后没多久就变这样 我现在我也不敢就是 家居都不敢往后退 因为我怕后面墙壁其实也是 也是会有臂癌 墙壁上都是漏水痕迹 有臂癌有油漆剥落 住户用红色蜡笔画出漏水的地方 主卧书房全遭殃 抱怨才交屋半年 怎么就这样 然后几乎我们新南车这边的房型 几乎每一件都是渗水 然后漏水甚至壁来 然后墙壁都还要靠毛巾去挡着去擦 家具床组全泡汤一场大雨 害新加成了漏水屋 家具坏了许多墙壁地面 恐怕也必须打掉重做 控诉建商不愿意在外墙 重新施作防水层 只想简单处理 这次送家库大概15 16户左右 可是管委会跟建商那边 一点处理的态度都没有 就是一直搁着 台南新市这栋新大楼 因为距离南科车程不到5分钟 韩车为售价250到550万元 因此有许多南科人小资族 都在这里制产 没想到杂鸡序 购置新加却因为一场雨 让新加梦会 记得来关张 台南报道